请赖维昭居士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修活心得以及感想 诸佛菩萨 隆殿护法 慧者世书 常驻师父 以及各位人友 阿弥陀佛 以前我一直都是坐在底下听大家分享 然后昨天就是被法神师父告诉说今天上来分享一下 然后以下可能几点简单的我就稍微回想一下 利用一点时间回想 那请请我做一点小操我来看一下 那我大概是我家住台中 其实我小时候最爱看的连续剧台语的连续剧就是 观世音菩萨 妈祖传 祭功佛佛传 然后小时候我记得跟那个爷爷奶奶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 他就带我们去 你知道退休人员就是去拜拜 到处拜拜 我就拿那个观音小卡 我就觉得很棒 很欢迎 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我就觉得那个看了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把他带着 就把他类似当成一个幸运服 然后就是以前也不懂 我只是看到有出家人 就是在菜市场的人在画 就是在这个拖拨的时候 那我就跟爸爸妈妈说 不然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随喜这样子 我已经不懂 那我大概是在快二十年前 说跟着同修的全家人 到仁仁寺参加周末共修 那开启了跟师父上人 还有常治师父 以及各位联友的这个姻缘 那那个时候其实同修呢 他就教导我说 持送这个往生咒 他跟我说这个 那时候跟我说往生咒 回向给往生者 或者长辈对他们都很好 他就跟我说 他说其实像我们 以前如果家里有长辈往生 不是我们会折子莲花吗 那其实子莲花上面写的就是往生咒 他说与其你在那边折 你就干脆就念 念给对方 其实他对方都可以收到 而且很补 他就这样跟我讲 我就觉得 听起来好像就是还蛮有道理的 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呢 因为那时候我就想一下 那我可以回向给谁 因为只有那我奶奶 大概在我国二的时候 就因为肺癌往生了 所以我一直也就 当时就有第一个回向对象 只能回向给奶奶 因为我不知道要回向给谁 那就开始 然后开始就 有几次刚好接触 刚好有善知识出来 就是处理一些事情 那时候心中是先跟自己说 我好像 听起来好像要吃素 好像感觉要吃素 只是那时候其实心里不是很坚定 那直到有一次就是 应该是 应该是农历期间 那我跟着同修到 师父会客室那边去的时候 我第一个冤亲在主出现 跟我说我的过去生呢 我是一个 就是一个公子 那就是很有劣根性 就欺负 因为他是长工嘛 那欺负那个长工的孩子 那孩子会拿那个蚯蚓去 往他嘴里塞 就很不应该 就说要让我的那个孩子 以后我的孩子出生 就要变成兔存 那我听了就觉得很震撼 怎么自己过去生 那么的恶劣 然后所以其实在那一次之后 开始吃素 那大约有半年 大概就这样吃素 大概半年之后 有一天在那个师父的会客室 有个善知识出来 就说是我奶奶 他就用台语他讲说 没想到是这口给我叫 然后 我一听就知道说这是奶奶 因为只有奶奶会这样叫我 说这口 这是别人不知道的 然后 他跟我说 是权平那个同修的外婆 带她到寺里了 然后那时候旁边的师姐 就是有看到就说 奶奶进这个寺里的时候 她全身湿漉漉的 她全身上就是有很多的肉鱼 霸吉拉在咬她 那因为奶奶生前 其实最常吃的 真的就是霸吉拉 这是别人不知道 然后我就 因为我奶奶以前 在我小时候 她是有参加那个 宋经团 有去参加一些国乐 宋经团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她有跟随着老师 我就问奶奶说 我就好求说 奶奶那你怎么没有到 西方极特世界去 因为当时她往生的时候 她的老师来说 你奶奶已经到西方极特世界去了 她就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 我的老师只教我说 吃早在 就是要修心 修心比修口还重要 她说我也不知道说 原来吃荤的 是会有这样的果报 然后她又讲了一句 我印象也很深的 她说 我现在不敢 因为一般人会说 我下次不敢了 她是说我现在就不敢了 所以这令我印象很深 然后最后当然就 师父上的很慈悲 就允许奶奶就待在寺里 跟着大众一起修行 那同时有一次 有一次同修的外公出来 我跟同修交往的时候 他们还没结婚的时候 同修的外公已经往生了 所以等于我没有见过同修的外公 他也讲了一句话 也是令我印象很深 他说早知道 听师父的话吃素 我现在还有机会 抱到我这个真孙 然后我的一位堂哥 赖正生之前也有来到寺里过 那时候也是处理他的妈妈 就是在别处有去 然后这边就是 因缘机会之下来 这边帮他妈妈也立了一个 立了一个我们赖世的 一个排位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他妈妈也讲一句话 他就跟他妈妈说 妈妈 可是你已经在某处 那怎么办 他妈妈就跟他说 那不要紧 重点是 就是那个是行外的东西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还是希望他来这边清净佛法 这个还是提起自己的道心比较重要 这样子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深刻的 而且是我自己的周遭的 长辈现身说法 这都胜过于别人跟我讲 讲再多这样子 就很直接的 然后因为前面有说到 就是说因为接触四里 我大概在半年之后决定吃素 那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是没有吃素 那当下我其实心里 当时其实有点惶恐 我那时候担心说会不会没东西吃 那事实上后来证明这个想法是 不必要的 就是因为我吃素之后 就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好的因缘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家附近有很多 包括大家应该知道 其实台中有很多的素食餐厅 才知道说原来 佛菩萨遭遇指点了一条明路 那即使如此呢 因为当时我的心中确定要吃素 但是因为那时候意念没有很坚定 我记得那时候我吃素 也是吃素半年之后 有一次我在台北 接待我的德国同事 那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 住的那个饭店楼下就有鼎泰风 那因为当时其实鼎泰风还没有素食 那我又不懂得 我就怕麻烦 我这个又很怕麻烦人家 然后已经吃素 我就想说好吧 那不然我点个牛肉汤 就是我点然后不要吃 只喝汤 因为想说不吃东西 感觉怕同事觉得怪怪的 怎么人这人不吃东西 我就喝那个汤 然后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我的这个身体 这个手镯这边 就忽然间大块的 我以为被蚊子叮 我想说哇 这个饭店管理怎么那么差 怎么都是蚊子 早上起来就都很大块的疙瘩 后来才知道那是急性循麻疹 那早上起来我又开始吃 吃沙拉吃素了 就又恢复了 那人就是这样子 我就有一就有二 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 有那个机会去有这个一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要准备要送那个 德国同事去搭飞机 我们就带他去吃江浙菜 那那时候我自己 当然就点素菜 我就帮他点了一个 那时候也都不懂 就是我都帮他点了一个洞坡肉 那人就这样子 我说有一 一旦有一就麻烦了 就想说不然我也吃一下好了 我就吃了一口 那个东坡肉就吃了一口 后来我就在那去搭飞机 我就开车要回台中的路上 那时候我记得很 就是我整个背部起急性循麻疹 我的整个背部 跟我的右脚踝是起急性循麻疹 那个意思就是说 也是应该说众生提醒 他就让我就说 我如果要开车 我就得整个忍耐 不如我停下来抓 我后来停下来处理 我就是不能开车了 后来我就回台中 去挂了一个急诊这样子 然后 所以就在那一次 那一次后来我的奶奶 又一次出来跟我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其实众生很生气 当下决定要让我拉肚子 要让我很严重的拉肚子 但是奶奶跟他求 求说因为我还要工作 拜托就是提醒我 让我知道一下就好 所以从此以后 我吃素这个心 就很坚定了 即便我到外地去出差 同事们还是会业余我 他就喜欢说 就跟我开玩笑说 你菜还不在身边 这个鱼 牛 鸡都是吃草的 这些也是素食 他们就喜欢这样野语 那我就通常就 也不放心上位 不去起烦恼心 我就回忆一个 不失礼貌的回笑这样子 那讲到我跟太太的 这个订婚宴 我们是在台北 那当时是用素宴 确实是用素宴 那只是因为 我说过我的原生家庭 当时我的太太 跟我的原生家庭 都其实还没有开始吃素 那同修的外婆已经看到 她事实上已经看到 归宁的婚宴 那个待宰的众生 她其实就很难过 那因为其实岳父就很疼我们 也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说 要更改全素的素 就是归宁宴 就全部都改成素宴 真的很不容易 那后来岳父岳母也就 因缘际会就开始如素 那包括当然后面孩子的 胎体素出生 头好壮壮 这方面真的给我们 很大的信心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开始吃素 来自我的原生家庭 当然会反对 当然其实是担忧 就说吃素会不营养 太太要怀孕了 这样子不营养 对孩子或妈妈都不好 等等 但是事实上后来 孩子出生之后 整个头好壮壮 就是完全破除了家人之一 这个营养不足这一块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因为那时候我孩子 已经出生了 后来找保姆 第一个保姆 就是不太OK 就是有一些问题 他就是 不是用正统的做法这样子 然后我岳父也很担心 还会去突击检查这样子 然后那一次是 有三次是出来 就是说 是我过去生 我和太太和同修 侵占了骨肉 所伤害的赖和夫妇 他们还是我自己的 好像还是我自己的 兄弟姐妹这样子 我们去清占那骨肉 其实当下我们就觉得 很痛苦 就觉得 其实我们所受的苦 还只是 可能人家 一丁点而已 这样子 然后当然就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骨肉分离之痛 那后来在师父的帮忙 引荐之下 就有那个 就介绍那个朱聪师姐 邻居 有一位那个 就是可以用素食带我们 就陆续帮我们带了两个 出生的小孩这样子 就是一路用素食的方法 帮他们带 我们就很感恩有这一段姻缘 那又有一次岳父和孩子 他们有一次半夜呼吸 忽然就吸不上来这样子 那扇知识后来就告诉 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好有去日月谈完 后来扇知识告诉说是日月谈的帆船事件 欲求解脱者 罹难者 那我后来去查 真的民国79年 真有一起那个壳牌机友的帆船事件 造成九十几人罹难这样子 那再来就体现师父常说的 这个起薪冬念和公布堂娟的 这个资粮的积累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自己 讲我自己 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 是我到了印尼出差 那那一次因为我出去很久 出去大概一两个礼拜 那刚好那边有 早上的时候要去集合 到了看到 忽然间看到一间台商的商店 就买了一瓶番茄汁 台湾做的番茄汁 那同事不知道为什么 跟我在路上聊天 他就聊说 最近刚好印尼这边 有一年一度的窄羊节 然后就说 家家户户户都会存钱 就为了买一只羊 然后献祭出去这样子 我听了只是觉得 怎么会跟我讲这个 然后因为那一天 我们就进出工厂 印尼是一个很湿热的地方 我们就 就工厂车上 工厂车上 这样子冷热冷热 进出的结果 我就是那一天 整个水土不服 头痛欲裂 那回到宿舍呢 又很巧 冷气也坏掉 什么都 什么状况都来 然后最后就 整个就 抱着马桶吐 而且一吐就吐红色液体 那后来经过 那个法臣师傅帮忙 得知说是过去生在印尼 谋财害命 麻多尼本家共八人 以及杀害了十万多头羊 还有一切的舌类众生 那那个时候 法臣师傅就提醒我说 务必 一定要记住这一次 这种面临生死的 这种忏悔力度 然后时刻要提醒自己 那 事实上我就 我就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说人不会无缘无故 到异国去 到十万八千里外的异国 其实往往都是因缘 具足之下 让这个事情可能往上或往下发展 那感觉 所以我后来就又 自己给自己一个理论 就是说一个结论 就说我感觉这个佛经 它就像是学科的 学科理论基础 我们每次读诵地藏经 我都会观想说 众生前来听地藏菩萨教导 因为其实地藏经 就是地藏菩萨的一些 他的言论 记录 那如同 然后供修的时候 就像是一种 数科的实地操作体验 听大家的分享 然后来检视一下自己 就如同阎罗王中赞叹品 第八所说的 如迷路人 勿入闲道 遇散之士 引接令出 永不复路 逢见他人 负缺末路 透过持诵往生咒 地藏经使我们具备 可以令冤精在主 早日出离得解脱 以及改掉自己坏习气 建立正确饮食习惯的这种因缘 我觉得这个因缘很重要 就是我如何能够获得这种因缘 我觉得还是 就是功课持咒 然后功课做 我觉得这是可能基本要做的 也是最既简单又难 那这也是唯一我们要 师父 师父常常耳提面命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 然后有些长辈就跟我们说 这么年轻就吃素 学佛实在还蛮有福报的 那我就想一想 我自己在我的孩子 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还在旁边妈妈杂口 那确实感觉孩子是 其实比我们还要有福报 至少孩子从保姆幼稚园 国中国小这样子 一路有许多的善缘帮忙 那像比方说 像我女儿当当 她在读幼儿园期间 她因为都吃素 我们那时候也很烦恼 就担心说没有能够煮素的 这个幼儿园 就还去 反正就很多善缘帮忙这样子 那最后就成功了 就学校真的为了她公餐 就煮她一个人的素食餐这样子 那也意味着使这个 英语外师爱上了素食餐 即使是她现在已经国医 仍然会有一些同学主动要求 要和当当一起吃素食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善缘 然后我的儿子陈陈 有一次她读幼儿园的时候 学校发了波罗面包 她就不吃 老师问她说你怎么不吃 她说因为这个波罗面包里面有蛋 我吃了会起蕁麻疹会过敏 她就也用很善巧方式跟老师讲 老师一样听得懂 那其实我的孩子们也曾经担忧说 和同学吃不一样的饮食 会不会造成困扰 那其实我是跟孩子说 真的实在没东西吃 顶多就饿一餐不会怎么样 但是众生却可能因为这一餐而成为刀下混 我说后来孩子 那后来孩子们的同学 有时候在分享点心 总会为他们准备一份素食的 那他们也因为 孩子们因为得到充分的尊重 觉得更开心 那有一次陈陈就 我觉得很可爱 她有一次问了福寨的常驻师傅 她问说 为什么佛菩萨坐下是莲花 而不是玫瑰花 那常驻师傅是跟她说 因为只有莲花 能够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因为同修 之前一直都在板桥国小任教 台湾因为少子化 欲缺不补的关系 加上当时年值还比较浅 所以她要申请这个外线式的调动 其实是很困难 那还好有佛菩萨帮忙 她生产完那时候 我记得第一个 我第一个孩子是九月底出生 然后再来就开学 我度过了一个学期 是我周末期间 我会背着孩子搭高铁上去 有时候是太太下来这样子 我们就过了 又过了一个学期的 这个周末夫妻这样子 那但是过了那一个寒假之后呢 突然间那个高铁就开始 板桥台中的通勤月票开卖了 那于是同修就开始展开了 这个披心带月的通勤生活 而且一通勤就是八年这样子 我真的是很佩服她 所以那同修就跟我说 他通常在搭高铁期间 他至少每天一定一步地上经这样子 也是充分把握时间 那加上每个月他其实 就会 就是去学佛就是全家一起 就是互相鼓励 他就跟我们说 那我们就每个月至少一定要来潮山 所以使我们这两个孩子的这个道心 也得以有一个萌芽 那其实这我觉得 这是我和两个孩子 也对同修的一个亏欠 也算谢谢他 真的是为这个家的努力付出 我这边简单讲一个 我不知道 我讲一个七年之痒了 我自己体验的一个七年之痒 我要讲的是说 男女之间啊 我们在从男生女生交往 到结婚 比方说我男生 假设我现在二十二岁服完兵役好了 我开始上班 那我上班 我可能工作个四五年之后 我交往跟 就交往 然后结婚 然后结婚之后 再来就可能生孩子 基本上大概 生孩子之后 大概就是工作大概 通常比方可能工作五六年 那那时候我们男生 以我们男生来说 可能他 我们可能会是从一个小工程师 变成一个基层的主管 那我觉得就是 男生女生在交往 到结婚 到孩子出生 到孩子不同年龄 我觉得那个相处模式 其实都在做很微妙的化学变化 而且都是变不回去的 那必须时时刻刻去观察 那我们男生来说 其实我觉得男女 现在双方都是双心家庭 以我们男生来说好了 可能我就会面临 我又是人家的先生 又是人家爸爸 又当了 一方面还是人家的孩子 然后又可能在公司方面 又是 可能是一个基层主管 就我们同时都在面临 第一次当新的身份 可是有时候我们男生 有时候或者我们有很多 压力啊 有时候又不懂得排解 那跟这个太太的沟通 有时候就如果没有很善巧的话 就我发现就有的 我自己观察啦 就是有的人他就可能后来就 工作上他就觉得很烦躁 然后就变成借酒消愁啦 或者去了一些不该去的场所 后来都会导致婚姻出问题 那只是我们男生 或者我们人 就是不好意思讲说是那些问题 这只好讲七年之痒 那我只是会觉得 刚才为什么讲这一段是 因为我觉得 既然如果我知道 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我何不及早去想说 怎么去应应 当然我这也是 这一路走来的一个心路历程 然后 以前年轻的时候啊 常常会想说 我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总感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 就会感觉常被钱追着跑 到底我什么时候 才能够稍微喘口气 那有一次我的岳父 大概在我三十 我现在大概四十三岁 大概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 有一次我岳父跟我聊天 他就跟我说 受薪阶级 薪德 你大概到四十五岁以前 不要想说 你要能够存多少钱 他说如果你收入跟支出 能够持平就要偷笑了 就很不错了 那他说夫妻两在维持家庭生活 其实还是比较重要 顿时我稍微有点豁然开朗 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就这块烦恼我就不见了 真的顿时就不见了 就像一个开关一样 那因为我是工科背景的 就有点像工科直男 那大概就只会完成 通常就跟太太会约定好 说家庭工作要做什么 我就约定好我要做的范围 甚至有时候偷懒没做好 那当然就会产生一些 家庭矛盾问题啊 让太太起烦恼啊 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开窍 但是这近几年 大概忽然间有一天忽然开窍 因为以前我就很常用 想觉得说我 就常常想我 或者你 我 你 这是我的事 这是你的事 这又不是我 就很常把这个我值放在心上 那后来有一天忽然间 我说开窍就是 我就把所有的家务事 都当成是我本来就应该做的 然后 同修在生活上当然就很帮忙 所以他做的所有事情 我就变得很 是真的打从心底去感恩 然后大约 大约两年前 我有一个大胆想法 我就觉得说 与其我等到65岁 我才退休 开始忙着找事做 比方说有的人会做志工 有的人就继续更精进的修行 那我何不让自己45岁就开始 有这个退休 其实我只是心态上的退休 就是说 工作还是工作 但是我心态上的退休 我就把我自己思维 维度拉高 我就 我就先问我自己 假设我今天我已经退休了 那我在职场上 会不会有什么遗憾 或者我退休之后 我的心境 我看孩子 看我自己 我可能会有的什么遗憾 我把它先列出来 我假装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我就来做一些事情 让我以后是不至于 让五年十年后的我 不要后悔 所以我就 所以我现在其实是还蛮珍惜 享受每天上班的时间 以及被家人所需要的这个时光 那今天就利用空闲时间 去做一个 人的话就持咒 然后送地上金这样子 师父和常书师父 十分用心用生活佛法化 跟佛法生活化的方式 把佛法健康饮食观念 深入浅出地传递给各位联友 我有时候想说 等到哪一天 如果我能够像 常书师父 就是即便睡觉都在念佛 然后众生离苦得乐 转化为我们个人的DNA的时候 我觉得那应该会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 以上是维招的分享 谢谢各位联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维招居士这么精彩的分享 他们家里的学佛经验 应该是跟太太那边的 关系比较密切 那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她是法存师父 她的一母是法存师父的妹妹 所以呢 从他们家老菩萨就开始学佛 然后第二代就是法存师跟她的岳母 然后再来 为招居士是第三代 到他们现在的小朋友 已经有活法的概念 已经是第四代了 所以渐渐的 他们已经可以享受 行活法 了解活法的一个甜美的果实 所以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求 但是好的因缘 就会聚集在一起 让他们得到很顺利的生活 所以在佛菩萨的慈悲 众生的慈悲之下呢 他们不小心 或者是说 在刚开始的时候 吃到了昏的 然后马上就有反应 告诉她 这个是不可以的 到现在 是非常坚洁 非常清净的饮食 所以呢 除了我们自己有那叫意愿 也感恩佛菩萨 感恩众生 让我们知道说 不可以 然后很快的 帮我们在身体上的那些毒素 就排掉了 那像伟造居师 他的分享 就看到众生在受苦难的时候 千万就想到 这个一定是跟我们有因缘 赶快帮他持重念火 希望他能够早一点脱离痛苦 那这样子的方式呢 会帮助我们在菩提道上 更加的精进 尤其是他在佛法的心头之下呢 对于事业上 对于家庭的经营 都已经融入了佛法 这个是非常幸运 而且非常得到大家祝福 肯定的事情 那当然在座的 都是在家居士比较多 有很多在家居士 他就会说 哎呀 我如果能够像师傅 就出家专心修行的话 那该有多好 其实呢 我们选择了家庭 那家庭呢 你能够好好的经营 对待家里的人 所有的关系 都把它做好 那这就是一个道场 只是说 出家修行的生活方式 跟在家居士生活的方式 不一样而已 但是心念的正确 清静 还有正行 都是一样的 我们碰到的因缘 就好好的去经营 把握 而且就是要珍惜 有这样子的因缘 跟我们一起在道场上修行 那这样子呢 大家都在菩提道上 都是精进 花喜充满 好 祝福各位 请慢慢站起来 谢谢大家